亡魂沙坡 一水寒练成了天下无敌的屁魔剑法 并用亡魂沙坡控制了北唐星儿 准备利用北唐星儿演绎出好戏 不久之后 袁孝天四人来到了奇目峰 要一水寒交出北唐星儿 一水寒早就已经等候多时 带着北唐星儿走了出来 袁孝天见北唐星儿出现 迫不及待就要走上前去 幸好丹丹演几手快 看出北唐星儿情况不对 将袁孝天给拦了下来 丹丹真是好演 你居然看着 你们马上就要大事如妙 你对星儿做了什么 我也没做什么 我只不过是在她的身上试了试招 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亡魂沙坡的威力 得知一水寒的所作所为 袁孝天顿时勃然大怒 出手攻向了一水寒 却被北唐星儿一掌打退了回去 一水寒见状十分得意 表示北唐星儿中了亡魂沙坡 已经六亲不认沦为杀戮机器 除非袁孝天杀了北唐星儿 否则北唐星儿就会天涯海角地追杀几人 直到一方倒下方才罢休 一水寒本来可以轻易杀死袁孝天 可他偏偏没有这样做 他故意控制北唐星儿 就是要让他和袁孝天夫妻残杀 最后不管是哪一边活下来 都将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袁孝天四人不愿伤害北唐星儿 只好逃到隐蔽处躲了起来 龙袖提出曾经他被屁魔剑法控制 故也可以恢复神志 他们可以想办法擒住北唐星儿 用同样的办法破解王魂杀魄 王魂杀魄不比迷魂射魄 中了迷魂射魄还能恢复过来 而中了王魂杀魄 则是只能至死方休 得知这个噩耗的袁孝天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北唐星儿不仅是他的妻子 还怀着他的亲生骨肉 这让他如何下得去手 几人谈话间 北唐星儿又追了上来 袁孝天连忙走上前去 试图用真情唤醒北唐星儿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必须死 北唐星儿在一水寒的操控下 对着袁孝天几人大打出手 西门弱水三人投鼠忌气 没有用出全力对付北唐星儿 反被北唐星儿打倒在地 袁孝天见识不妙 无故生死抱住了北唐星儿的双腿 表示若是杀了他可以化解魔性 北唐星儿就赶快动手 北唐星儿文言倒也不客气 一脚将袁孝天踢飞了出去 正当北唐星儿要下杀手时 他肚子里的小家伙看不下去 闹腾着要提前出事 丹丹见北唐星儿像是要临盆 毫不犹豫用出了血残弓 虽生出无数的血残丝 将北唐星儿困在了里面 丹丹 这时 星儿现在临盆在即 但是心智受人控制 若是不把他用血残丝捆服起来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唯一的办法 丹丹这招效果显著 北唐星儿果然安静了下来 并且远在数十里外的易水寒 也是十分的不解 他明明还可以控制北唐星儿 却发现北唐星儿根本动弹不了 易水寒未免发生变故 决定亲自出手对付袁孝天几人 时间来到两个时辰后 残检里面传来了北唐星儿的哀嚎声 紧接着又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让袁孝天四人开心不已 随后雪白色的残检四分五裂 露出了抱着孩子的北唐星儿 更令人吃惊的是 北唐星儿竟然摆脱了易水寒的控制 认出了袁孝天等人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易水寒很快察觉到了此事 不由的震惊万分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的 我都忘了会杀后金儿被破坏了 难道北唐星儿死了 不会的 袁孝天他们绝不可能杀了星儿 这其中必有击极 我得他还可以究竟 你傻碍万分之 attack